来一下 啊 复壟 ross 我是最喜欢那种 因为前锁太后锁練 还有那个力竞跳远 还有投沙帮那种 慢慢地下来 然后慢慢地下这 我们学校教育里面 体育课的分量不是很重的 然后呢 作为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 实际上玩耍的机会也是很少 我生成了一个古典的系统 古典的系统是从1950年代 他们说你设计了这些游戏 但我认为主持人们是健康的 人们有更多选择 我认为选择 当他们有更多选择 他们想 Hawa 要求他们的孩子 和做出习惯的选择 不仅只有一间选择 说你能做 Errungi 以前是男子生在学院 所以我是要教育 认识 我们是okbo 原来培养的孩子就是 教练要我练 国家要我练 然后人家让我练 他是很被动的 如果说是 我普及当中 他真正出来的苗子 那他是他自己想练 他自己会体会到这个训练的乐趣 这个体操练到后面 他一定是很难的嘛 他再难他会觉得 因为我喜欢 我有成就感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感觉就是 以前的体制 它也有 不能说完全是不对的地方 或者是不好的地方 它也有 也有它好的地方 但是现在 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观念也好 就是所见识到的东西也好 就是目标越来越广 时代发生了变化 再加上群众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 你作为主管部门也好 你不变 是你就玩不下去 就必须要根据这个 做出调整 所以说我们现在 强调体育产业的发展 停住 放松松 放松松 好 稍等坐 再停 往往停 你往上停 捧开 现在 速团 看粒子 衝起來